欢迎大家抽空来临今天的研讨会 学习使用全新线上Fatic Ship Manager的省时小贴士 今天的研讨会将会被录影 流程包括全新Fatic Ship Manager的主要优点 另外我们也邀请到Customer Technology团队的同事 为我们做一个示范 在示范里面我们将会为你介绍 全新Fatic Ship Manager互动版和精巧版 你将能够了解如果使用互动版和精巧版 如何做到空运提单以及预约同时取件 我们的Fatic Ship Manager主要有什么好处呢 全新的Fatic Ship Manager在我们Fatic.com的网页上面 是一个全新的体验 其实是非常方便大家是由建立设计 即是做空运提单 直到它拼出来的类型 都是会有一个全新的体验给大家的 其实这里又会有四大好处 其中一件事就是只要大家有电脑上网 其实在任何时候24小时我们都可以上Fatic.com做空运提单 亦都可以给不同的users去做提单 当然亦都会有一个根据我们过往的经验 收集客户的意见 我们就会根据过往所收集到的资讯 我们就制造了一个好user friendly的界面 除了固定我们有一些标准性的标准功能 亦都会有一些额外功能添加了上去 详细我们之后都会再讲回 亦都会有一些自动化的更新 当我们有一些新的功能上或者新的服务上加了下去 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背后就会更新系统 当用家用的时候只需要Login进入我们这个Fatic.com manager 就可以用得到这些新的功能了 不像过往软件版 我们也有些软件版 但是譬如有些服务上的更新 版本上的更新 我们都需要下载程式再更新 这个全新的Fatic.com manager 其实是适合各方面的用家 无论你是属于一个全新的用家 又或者是一个暂时才做的shipping 又或者是一些很有经验的shipping同事 其实都适合用的 我们有两个模式 有一个叫做互动 这个互动的版面 其实听过名都知道 互动就是互相有关联性的动作要做的 其实他就简单来说是step by step 逐步带着大家去做的shipping 这个是对于比较新的用家 他的运作就是 比如我们填寫记件人的资料 然后带着大家去填收件地址 填货品资料 用我们服务资料 整个步骤会逐步带着大家去做的 另外一个叫做精巧模式 这个精巧模式 就是一个版面 显示我们所需要填的 在空运提单上填的资讯 这些对于一些比较经验 比较多经常性用我们Fetix寄出文的同时 就会带给大家更加简洁的画面 现在就是一个demo时间 展示给大家看我们这个互动的模式 在我们的Fetix.com 网页上面 其实在这个版面上 当然大家在这个要 Login进去做事之前 我们需要有个Login 这里我们刚才 已经较早前 我们当然建立了我们的User ID 我们Login进去 但如果同事真的有我们Fetix帐户 但是未有账户 其实就很简单 在右手边上面 这里就可以自己到时建立一个 新的Fetix.com Login就可以了 也很简单 到时你填回公司的资料 个人资料 Email 资讯 到时就可以立刻 连接到一个Login 那即时可以运作到 那如果是需要 直接真的要做个空运提单的话 我们就可以按个托运 下面就有一个立即托运 又或者下面主画面也都有个叫寄件 也是同一样的功能 可以这样按下去 我们做提单的画面 那我们进了这个画面 那你会看左手边 我们会有不同的选项 譬如我们是建立的新项目 我们做一个出口的文件 又或者是入口的 又或者我们可以根据过往 我们寄出口的货件资料 我们可以做货件追踪 那也有个通讯录 那其实就是简单来说 叫个地址宝 那可以看回我们过往 草低了个地址资料 可以在那里看回 那也都有个说明 如果有需要看回 真是用那里有些障碍 想了解多些的 那可以按下说明来看 那最后一个切换检视 就刚才所说的 我们有一个叫互动 或者是个整项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做个选项 那我们现在示范这个 叫互动模式 那首先就示范一个叫做出境的货件 那就login进去 因为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 login的时候 已经填了我们的个人资料 公司资料 在记件地址 那如果大家有需要 要更改的 譬如我今天 我帮第二位同事记单 那我们想改回 那位同事的名字 我们随时可以按个编辑来改 那我改完之后 那我们就可以 按更新更新回去 又或者没有的 我们可以随少回去都可以 那另外一样 都比较重要的 你会看到下面有一部分 就说收件地址 和联络人 上方是否相同 那我们都了解 有些客户就是说 比如他那个office 可能在尖沙咀 但是他的货仓在葵冲 那他们尖沙咀同事 就有机会要做定 把空位提单 那我发过去葵冲 的货仓那边同事 那你都在葵冲那边 要安排预约收件的 那这个情况下 就和本身上面 那个登记地址 会不同 那到时就可以按编辑 入回你的收货地址 资料 到时我们一会 做了货仓的时候 就可以在这里下定 叫我们收货的同事 上去葵冲那边收货 那下面第二部分 就是目的地 那我们看看 寄去哪一个收件地址 那我们可以按下去 联络人姓名 那我们可以打回我们的 keywords 譬如曾经有寄过那些 地址资料 那名字你可以打回 他就会search 出来的 那如果没有 当是一个全新地址 那大家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打 那公司名 你见到逢新去抹注可选填那些 其实可以 你不需要入都可以 那可能因为有机会 你可能寄给对方 可能真的是一个普通收件人 他不是附属一间公司的 那当然没有公司 不明清需要填 可以skip了去 那些公司的公司 然后是国家 看他寄去哪个国家 那譬如我们今次做过书文 我们寄过去美国 那地址也要填 那第二行 如果地址太短的话 其实这个都可以skip 不需要填的 那譬如今次都有的 那如果地址第二行都不够填 我们还可以填到第三行 那地址这里每一行 其实都有35个位 那其实加上这里有100多个位 理论上就已经足够 满足地址输入的长度 那油区 那只要填 那省份 那省份 那省份这里 视乎不同国家 尤其是美加两地都会有省份 那譬如你说我们香港 又或者台湾那些 就没有省份的 到时就没有需要填 或者是skip了 去没有这样东西的了 那我们进了油区的时候 其实都会detect到 其实本身是属于哪个省的 那城市 那电话号码 那填好了之后 下面看一下 如果你知道 当这个地址 真的是一个住宅地方 你知道的话 可以填上去 那另外如果你想把地址 送到地址堡里 可以填到下面这个格子 那可以save 那下面有一个叫做 课件通知 那如果你想 传回email 譬如 传给对方 那你想知道 通知回对方的 那你就可以 在这里打回对方的email address 那可以选择 那可以选择一个语言 我们发出去的email 是会用什么语言 送出去 中文 有凡体中文 简体中文 又或者对方 可能真的是一位日籍的朋友 那你就可以选择人文 也可以 而通知他的email 类型有五款 第一款 就是当件件已经做好了 那我们会有个email 第二个就是当件包裹 真是我们Fedix 同时pick up 收了件货 都会有email 第三样就是 如果件件 如果有些什么清关 而不是delay 的话都会有email 那第四个就是 预计什么时候送达 都会有email 最后那个就是当件包裹 真的签收了的时候 都会有email 通知 这个有五类 那其实大家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那你可以只剔选其中一款 又或者你想五样用完都可以 那他又继续带着大家去做 接着就带大家去做 这个包装里的需要是什么包装类型 那我除了我们Fedix 提供的包装物料 在包装物料上面都很清楚 写到是哪一类型的包装 除了那些之外 那些就叫做自备包装 接着就到下面了 是否需要Fedix 为这件货承担较高的责任 尝索限額呢 如果需要的 就暂时 不需要 就维持做否就可以了 接着就填回 今次真的包裹有多少箱 那大家就可以这里选择 那这里上限就是40箱 那这里 譬如我今次是一箱 那譬如我今次是5kg 那 那 雙size长阔谷这些 你看到上面写着可选填的 其实叫做optional 就是你可以填 亦都可以不填都可以的 接着我们就继续 接着就要告诉我们 你今次这些商业是什么类型呢 是属于文件还是货品 那譬如货品 你又要选货品 那要填货品的用途是哪一类型 是商业用 是礼品来的 还是 sample 那大家选择适合的类别 那再继续 那再继续 给你看看主要不同的服务 譬如我们有一个叫做international priority 那在下面也都会有不同的选项 譬如最低这个叫做international economy 那也都会显示不同的价钱 你也可以按下键 看这个价钱的详细 那个清单 告诉你这个基本运费本身多少 会不会有本身的户口有个折头 那譬如真的需要 这个真的是住宅 那有住宅附加费的话 都会详细联名在这里 那我当我今次寄过是IP 接着这里大家可以选择 你是需要约同事上来收货 或者其实你已经预约了 又或者是会不会我们同事会自己 可能我们的团队在附近的 大家可能想着我直接拿电包裹下去就可以了 那你就可以选择你适合的东西了 那如果你想我们预约上来收货的 那你就填上 你大约几点准备好件件 那我收工时间几点了 那我看看有没有一些特别指引 需要在这里 告诉我们同事 或者有些客户会回答 例如我的手维电话号码是多少 那你可以打定在这里 如果有需要同事真的联络不上的 可以打电话给你们 那当然我们本身登记的时候 可能已经填了个电话号码了 那可能是公司电话 那也都在这里你可以团选手维电话 以防万一到时同事可以联络到大家 那我这次就当我自己拿去我们的Fetix库务站 接着这里你就要提供 告诉我们知道 其实你这一箱是什么货品类型 那我们都要申报 也都要通知给外观知道 那譬如我们今次寄过Mouse 这样 如果在这里以前我们 当我们曾经有入过在电脑里 save下的 那我们又要出个资料出来 没有的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个 叫做一个code 那下面就是hscode 就是我们叫harmalizedcode 做一个曝光用的code 如果大家清楚知道的 可以填上去 那我产地 譬如中国制 那譬如我们填上China 那数量有多少呢 那我们就一档一件 那我当一件5kg 那海关申报值 就是说给海关是多少钱 譬如一百元 那跌幅港币 如果你说想用多少币值 你自己再改 那如果还有其他款 那你就可以新增其他货品 就加另外一款上去 那譬如没有了 我这里只有这么多 那我就继续了 那因为所有非文件里 其实都需要做一张 conversial invoice 那就是商业发票 给海关造成关用 那这个系统 也都可以为大家 建立到自己的商业发票 又或者你可以选择 做自己用回自己的商业发票都可以的 那你可以选择 我们有叫商业发票 或者是形式发票 看看大家想用哪一款 或者用自己的那款都可以 那也可以下面这里 如果你想经过电子方式 传送个发票 那就是简单来说 将到电子发票 用一个电子模式 upload上去我们server 又不需要写一张发票出来 那我们Fedix系统 这边背后已经有到大家的商业发票 到时就会直接交给海关那边去做参考 那如果你说 不用这个电子模式 那到时大家就要列印出来 比如我今次是用回自己一套 那我继续了 那今次就在运费方面了 那我想看见货是 运费是哪个给 收件人、寄件人 还是第三方 那如果运费方面 寄件人 那你选回去 就会用回你本身 create login 那时有9个位的Fedix account number 去标 就是奖单会收回之前你入了那个 那对方的话 你都要填回对方的Fedix account number 那第三方当然都要了 那你也需要填回Fedix account number 那你也需要填回Fedix account number 这次我当是我的帐户 那还有一些reference资料大家可以填的 那全部都可以skip 这些是纯属一个参考性资料 如果大家想有reference资料 想在review那里练出来 那你这里可以填回 有时那些客人会喜欢 review number 或者review number 之类的资讯 可以打在这里 那这个格子你入了的 有个好处就是 譬如帐单 真的标回你寄件人的 那我们寄回给你的帐单 你这行资料都会在review 那下面就是税行方面 那我本身的户口 收件还是第三方 那税行方面 可以是我们自己 对方如果你说对方给个税行 你不知他的account number 都可以做到的 但是如果你是第三方 和第三方的话 就必须要填回 必须打回上去 另外税务编号 如果你说知道 结件或者对方的 那你就可以打回上去 那就可以继续了 那我填完这个资料之后 最后我们又看回你想把文件是怎样 你想透过PDF拿个copy 还是直接打印出来 就经过是Laser printer 或者Injet printer 或者是Label机 如果贵公司又有Label机 想印回Label的话 就可以选回Label机 那我当是Laser printer 然后去到这个责书 就逼大家再看多一次 最终刚才所有的资料 但至上没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 就可以完成托运了 完成了之后 大家这里就可以列印文件出来 整个步骤就完成了 那我接下来我就会介绍这个 这个精巧的模式 那么它有什么特点 还有怎么做单的 是 那我们精巧模式方面 就会比刚刚的互动模式 多了一些功能 例如就是会有一个CSV上传的 就是可以上传一个CSV 和一些Excel file 那就可以做一个批量打单的方法 那就可以 如果大家有些大量的单 就想做的话 那就可以用这个功能 那另外也都会有一个 直接列印的功能 那只要安装一个程式之后 那大家做完这些单 就可以直接经过打印机出来 那就不用再按一个PDF 然后再自己按列印的 那另外也都有一个功能 就是会 就是可以储存做这个草稿 那如果大家有时做单的时候 都有些情况 可能是你里面的资料 没全部可以确认完的 那有些可能要再等客人回复 那这样才可以确认到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把自己知道的资料 填了下去先 那就可以储存了一个草稿 或者一个代缺的 书文 那就可以之后再按出来 再填完剩下的资料 就可以省了一点时间 这样 那最后呢 他也可以支援一些 我们一些更进阶的服务 例如我们的priority alert 或者是危险品之类的服务 那我们这个 增加模式 都可以 增加模式 都可以支援到的 那接下来 我们就会 展示一下 这个增加模式 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大家是一进来 即是登入了之后 我们这个 互动模式的话 大家就可以按这个 切换检视 这里 对了 那就可以 选择你想用哪种模式的 例如我现在就转去 升下模式 选择之后再按 那它就会 调整去 你所选择的模式 那这里就会 是一个 增加模式的界面 那大家看到 左边也是 一些选项 那大家可以选择 不同的功能 那首先我们 介绍一下 建立课件先 那大家 按进去建立课件之后 那会见到 它的界面 跟刚刚 互动模式 会有少少不同 那它主要 它的界面 就会 把东西收拾 那大家可以 一次过 填 一些资料 那一开始 就会是 既件地 那都会 跟回你们帳户 即帳户 本身一开始 入的资料 那目的地 就会是 对方的地址 那大家也是 可以用在 通讯录里面 找到的 如果你之前 有些联络人的话 那它们的通讯录 就算是 就是两个模式里面 其实是互通的地址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 要重新进入 这样的 那这个就是我之前 入过的资料 那你直接按它 那就可以 就是找到 之前的资料 那如果大家是有 想入新的 联络人呢 那刚刚你都会见到 这个位置 会有个按针 叫做 输入新联络人 那你都可以按那里 那就自己重新 资料的 如果你们有些 联络人是 本身不是 在地址部里面的话 那下面下去 就会是 这个包裹的 详细资料 那一开始就会是 包装的那些 那和互动模式 都一样的 那这里有个 按针 那你如果按完之后 就可以输入 这个托运申报价值 那这个针 就会是一个 包裹的选项 那如果大家 就可以 选择你们 哪种包裹 那有些特别的包裹 就可以选择 例如干兵 或者理电池 这样 那我想 可以试一下 按一下理电池 给大家看一下 那如果你按了理电池 之后呢 下面会多了一个选项 那这里呢 就可以选择你 那种理电池 是哪一种 的种类 例如 pi970 pi969 pi967 这样 那你就可以 那如果大家 那如果是普通的文件 那你就可以不用你这个选项 那下面 就会是包裹 那你 有多少个包裹 就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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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也会填一些重量 那这里的资料呢 和你在 互动模式里面 填的资料呢 基本上就是一样的 那长阔高这些 那他也是可以选填的 长阔 尺寸这里 那大家如果 就是做单的时候不知道呢 那也可以选择不填住的 那下面就会 要大家再选择是寄货件 还是寄文件 那样的 就是如果你寄文件 就可以 那如果寄货件 他本身 预设就是寄货件 那如果寄货件的话 大家也要 入货品资料 那货品资料呢 那货品资料呢 和 他都会有个 数据库在这里 那大家也可以 找回之前 入过的资料 那就可以快速按出来 那他这个资料呢 和你在互动模式那里 也是互通的 那这里填完之后呢 大家要按个储存 就可以把你那件货件 就是 储存了下去 那大家就 这样才算是 输入了 如果不是你没那么储存 那也未输入的 那这里呢 就会提起 有个警告 那就是我现在这里一公斤 但是上面填了0.5公斤 这样的 那可能要改变了 那下面这里呢 也是货件用途 那跟刚刚 互动模式一样 那大家也是要 选择你用 那件货是什么用途 那另外就是商业发票 那大家也可以 是用我们 这个系统 帮你建立一张发票 是商业发票 或者认识发票都可以的 或者你是会用自己的发票 议得 那这里下面就是 这个电子方式 就上传这个文件 是 那 也都是 如果拼了的话 那他将发票 就会 经由这个电子的方式 就上传了去我们的系统 和海关那边 他们都会收到的 那大家就不用再列印这个 就是不用再打印 把文件交给我们 就是那张商业发票 那如果大家是用自己发票的话 那你就可以上传你的 那个 发票的文档 就是 例如PDF Excel 都是接受到的 那如果大家是用 这个系统建立的发票 那你也 就不用上传档案 就是如果你不用上传那张商业发票 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文件 都可以上传 在这里 那另外呢 亦都要上传这个信头 和签名 就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你用我们的系统 建立的发票的话 那我们这里 这次就不用先了 那左手边基本上就填好了 那去到右手边 右手边 首先有个托运日期 那这里就是 什么时候记 那最迟可以做到 十日之内的单 那如果你想今天打定些单 但是可能下个星期一先记 那你可以选回 个个正确的日子 那服务 那大家也可以选回 用哪种服务 那国际优先速递服务 我们这次就选 之后就会是收件 收件就跟刚刚 就是互动模式的选项是一样的 那你可以 就是由这三个选项选 预约收件就是 直接在这里可以选 就是下一个我们收件的时间 你可以进入 那今次我也是选回自己 就是自己拿进去 再之后呢 就会是这个我们的账单的选项 那你可以选回是哪个给钱 就是 今次我这个选择呢 就会是运费就是我给 那如果税就是对方给这样的 再之后就会有这个新增服务选项 那去新增服务选项 这里呢 就会有些特别的服务给大家选 有些特别的选项 例如签名 那如果签名 大家就可以选回是 是 即是哪一种的签名形式 那就可以在这里选择 清关代理人 那清关代理人的话 那大家就要再进回 你清关代理人的资料 那这个键就可以 那服务保管 他会帮我们再找的 那暂时这里就 这个地址又可能有些 就是假的 那我找不到 那危险品这里呢 就可以选回是 哪一种危险品 这样 这里都支持到的 那之后就会有些参考资料 那就是大家可以选填的 那如果大家想 到时有些参考资料 可以自己看的话 那就可以按这一格 再填回 电邮通知就是 和刚刚一样 那大家可以 进入电子邮件之后 那这里是选预言 那再选哪些情况 会收到电邮 那如果你有多一个 那就可以再按新增 那再填 那这里有个叫回件标签 如果你拼了的话 它就会帮你 在这里多开一格 那就会是 帮你将 既件人 和收件人 反转 做回件的标签 的 是 下面这里 就会是一个 运费的资料 如果大家按过 战坠也可以 看回它 详细的清单 那如果填好了之后 那大家可以选择 处存为草稿 或者完成 如果处存为草稿 的话 它就会到了 课件记录那里 那它的状态 就会是草稿 那如果大家按完成的话 那它就会 就是做完单 这样的了 那这里做完 大家可以按 列印标签 就可以拿到 pdf的文件 那就再列印了 那第二个服务 第二个功能 这就是一个比较 就是 重要的功能 就是一个批量的托运 那大家就可以上传一个 档案 那这里会有 几个不同的档案种类 那大家就可以 就是 对应看看 哪一种 对你来说 比较方便 是做到的话 那你就可以选择 那上限大小 就是1m 那大家按一下 这里就可以上传 档案 那我今次就会 用这个Excel 来做一个 示范 那这里 踢完之后 它有一个 资料档案 的 选项 那就是 大家可能 可以 入定一些 你们的资料档案 那这里就可以 按出来 用 那如果你不需要 这个选项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 开始回入 回入了之后 下面你就会见到 他上载的 那个 情况 那我今次呢 这个 上传的 这个档案里面 总共我入手一件 资料 那有六件 是没有问题 是可以完成的 那有六件呢 就是有五件 就会是有 可能资料不完整 那就做不到 那大家就可以 按进去就可以 看到他 详细的资料 那这里就 全部的文件 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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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大家按下来 那就可以 再提 他这件文件 再按 完成就可以 完成到的了 那大家再按 托运 再按 这里就可以 回来看 这个详细资料 那这里有个 副状态的 那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状态是什么 准备完成 就是说你的资料没有问题 那就可以完成的了 那大家如果 有很多件的话 你就可以 可以再按 或者按上面这个按针 就可以再按 全都可以 那就可以再按 完整 就是准备完成的 那你就可以按 完成 那他就会全部 帮你完成了 那就不用逐件按 进去的 那如果你见到 下面有些 未完成 那就是说 他里面有问题 那你通常呢 你就按进去 那就可以看到 他有什么问题的 那就可以在这个版面 改回 那他有两种情况 如果你就看到 他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他没有红色的话 那就是你 按完成的时候 他就会再通知 你 有些问题 就不是你进入的 资料的问题 例如我现在这个 就是一个 因为我这个是一个 香港的币 那他这个就是说 我们做不到 本地的寄件服务 那这件件 就会是由 德国去德国的 所以我会说币 做不到 那你按完成的时候 他就会帮你查到有问题 那就不让你完成了 如果平时可能 你进入的资料有问题 他就会有个红色 那你就可以改回那些资料 就可以了 那 拓运的情况 就是这样 这个批量处理 另外 也可以讓大家看看我們這個Excel的Tenplay 這個Excel的Tenplay是網站裡面也可以下載的 我一間會再帶大家看看是哪個位置可以下載 首先這個是一個Excel的格式 第一行就會是一個header,就是一個標題 這個標題就會代表你下面一行的選項是什麼 一間我也會帶大家去哪裏找到這個標題 還有有多少東西可以給大家選擇 下面基本上一般來說每一行就會代表一個說文 如果有些說文大家是MPS的說文 就是一個說文有幾個報告 情況就會不同 亦都可以在一間會有個guide line在網站上會教大家怎樣做的 那他就 基本上他就會用一個說文 就是說文 reference這個來分 那如果你用同一個說文 reference的話 那他就會當你是同一個說文 那樣的 那就可以用這個方法來做到一個MPS的記件 那第三個這裡就是課件紀錄 那課件紀錄就會有你剛剛做過的單 那這裡就會有些剛剛我們做過的單 那我們可以看回 那你狀態這裡 已完成就是說你已經做好了 那他這裡有一個負狀態是易列印的 就是你完成完之後呢 你也帶了那些我們那些文件出來 例如標籤、商業發票那些 那下面有些是存稿未完成的 或者是存稿準備完成的 那未完成呢 就是他裡面的資料未完成 那就完成不了的 如果準備完成這些 那就是可能你剛剛寄進去 但是你未按完成 那所以呢 那這些你就可以自己再剩下再按完成 那就可以印到那張標籤出來的 那如果未完成這些 大家就可能要再按進去再更改 那另外呢 那這裡就可以大家按這個按鈕 然後就可以按有幾個選項 流覽貨件就可以看回你這件貨的詳細資料 列印標籤 再列印我們那張標籤 那重複附運呢 就是將你裡面的資料 就是重複一次 那就會去了建立貨件那裏 然後幫你自動填完資料 那大家就可以直接按完成就可以了 那就是我可以快捷一些 如果大家再做同一張單的時候 取消貨件就是如果你做錯了 那你就可以自己再按取消貨件 那他就會幫你取消了你的單 那他就會再跟你說 那如果他這裡取消了呢 那他但是你那個收件 如果你在上網這裡預約了一個收件的話 那他就不會幫你取消的 那所以可能呢 你就要再 取消收件 或者打電話上來 我們那裡再取消也可以 那這裡就暫時就只是取消貨件 因為我們剛剛是沒有做到收件的動作 然後還有一個選項就是下載這裡 那大家可以按這裡 就可以下載一個報告的 那大家如果有時候做完一些單 你想下載報告 或者可能你想看你這個月 總共記了幾張單 那樣之類的資料 你也可以在這裡 那他就有今天 或者指定日期範圍 那如果你按指定日期範圍 那你就可以再選日子 那就可以例如整個12月這樣 然後你再下載 那他就可以下載一個Excel的檔案出來 那就是一個報告來的 那這裡還有一個篩選 那就可以自己篩選你想看哪些貨件 那就是如果你有時候 可能很多單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方法 那就可以找到你想要的單 那樣的 通訊錄呢 那就是可以看回你之前的檢驗人 收件人的地址 那就是這樣 是 那 貨件資料檔案 那就可以 可以看回大家 進入一些資料 那 那 這個就是 其實是可以讓大家 進入一些 類似一個版本的東西 例如這個 你按進去 那他的介面 就會跟你建立貨件的一樣 那這些 就應該是因為以前是用舊版本來做的 那他有一個提示 那大家也可以到時自己在這裡再建一個新的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看回填一些資料 那如果有時候 可能大家永遠都是同一個地址的 那但是可能一些詳細資料不同的話 那你可以入定這些資料 或者服務這些 那就可以 儲存做這個版本 那大家之後就可以填很多東西 那就做單了 那設定這裡 那大家就可以設定你那些列印的詳細資料 那這裡就可以選擇 是用哪些標籤 啊 就是那個大小 那樣 列印出來的那個標籤的大小 那樣 都可以在這裡選擇 那批量託暈這裡 剛剛也有一個選項 就是問你 是否需要預設這個 就是用那個範本 那這裡如果大家沒有的話 就可以不用理會 那這裡是另一個功能 就是一個 一鍵列印的那個功能 那如果用一鍵列印的話 那大家就要下載這個 應用程式的 那他下載這裡呢 下面也有個安裝的指示 那我們一間的 簡報後面呢 我都會有些圖可以給大家看的 那就教大家怎樣安裝 那這裡管理連接啦 那如果大家安裝完之後呢 那這裡就會有個圖示的 那這裡我就可以去我另一個賬號 因為我現在本身這個賬號是沒有安裝的 那另外一個賬號呢 就是這裡 那大家就可以看看 如果安裝了呢 大家按下去管理連接 那就會有一個 這裡就會有一個 情況在這裡 那就是 大家會看到他有 這個安裝了這個程式的版本 哪個裝置 這個就會是你的電腦名 那它會有一個狀態的 那如果你的應用程式是開著的 那它就可以以連接 那連接就是說 你已經連接到 我們這個網站這樣 那就可以順利做到這個一鍵連印 那也都有時候可能會是未連接 沒有連接 那通常就 重新開一次那個應用程式 就可以 等它再連到的 或者你重新開一次那個網站 那這裡一鍵連印 而啟用就是說 就是你可能做單 就算你裝了這個應用程序 你也可以不用這個一鍵連印 那如果你預計用的話 那平時你做完單 去預設那個程序 就會用這個一鍵連印的 你選擇了的PINTER 直接印出來 那就不會用這個PDF 那我們之後就再去 最後 那這裡說明這裡 那其實說明這裡 都有很多有用的東西 那它就會有 就是介紹每一個 我們這裡的功能 它有什麼資料 就是有什麼用 或者有什麼服務 它會有很多詳細的資料 大家可以看看 那最特別就是 這個批量託運這裡 那批量託運 大家按這個 從檔案會入 那下面這裡 它就會有兩個example 那一個就會是CSV 那一個就會是Excel 那大家就可以下載 這個example 這樣的檔案 樣本檔案 那另外這裡 也有一個標題的概覽 那大家就可以看回 我剛剛說的第一項 就是一個標題 那它就可以 這裡其實 就是除了 它 樣本裡面的 就是一些 樣本的標題 那樣 那你 也會有些 可能是額外一些的服務 或者一些標題 可以選擇的 那大家就可以看回自己的需要 自己加進去就可以了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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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可以做回總結 那我們這個 偵黑模式 那首先就有一個 可以給大家快速做 說明的介面 那就可以 就是 幫大家節省很多時間 這麼快 這樣做到一張提單 那另外呢 就是一個 可以上傳一個檔案來做單 那大家可以上傳一個 這個 CSV或者Excel 這樣的方式 那就是如果大家有這個 批量打單的需要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那就可以 亦都可以省略大家很多的時間來做單 那一鍵列印 那一鍵列印的功能就是大家 就是做完 就是如果大家有很多單要打的話 那你不想續張按這個PDF 再自己按列印的話 那就可以用這個功能 都會是很方便的功能 那儲存為草稿這個功能 那主要針對 就是可能有時候 大家有些後的資料 他未必是做單的時候 就可以確認了 那就可以儲存做這個 這個代缺的貨件 或者儲存做一個草稿 那之後呢 就一次過 再完成完 那就是等一些資料 確認完之後 那大家也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 就選擇用我們這個互動的模式 或者這個精效的模式 那兩個模式都各有各的好處 那最後這裡 我們又說回剛剛我們要下載那個 print and integration 的應用程式 因為我們安裝碎時 那我們就接了幾幅圖 給大家看一下 那大家就可以在下載那個位 就可以下載回應用程式 那下面那裏就會是那個安裝指示 那大家都可以看回 那留意到他安裝指示第二行 那裏會有一個代碼 那這個代碼就是會 需要在安裝應用程式的時候 就需要用到的 那一開始就安裝了 那大家開完程式之後 就可以按下一步 那這樣 那之後就會選擇這個安裝的地點 位置 那同意這些條款之後 再按下一步 那這裏就會需要大家輸入回剛剛在網站拿的那個代碼 那輸入完之後就在下一步 那之後就安裝了 安裝完之後就可以關閉 那到安裝完之後 大家就可以去這裏 那一鍵打印這裡就可以 設定大家想要的設定 那這裏就有些設置 那就是可以選擇用哪一部裏印機 和裏印出來的那個尺寸是什麼 那這裏就是剛剛我講的 可以看它那個連接的狀況 那我們今天的研討會就來到這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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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